大家好,我是Linda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呢,一种甜品 糯米红豆凉糕 这款小甜品呢,非常受大众的欢迎 当做早餐和零食都很棒 既简单易做,又美味好吃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首先我们在盆中放入120克的糯米粉 40克的玉米淀粉 25克的白糖 再加25毫升的玉米油 200毫升的纯牛奶 把它们搅拌均匀 多搅拌一会儿 然后静置5分钟 准备好蒸锅,放入适当的凉水 再把米糊二次搅拌 静置后的米糊再次搅拌就更加均匀了 原来的小疙瘩也就自然消失了 把搅拌好的米糊放入蒸锅 盖上一个盖子防止水滴 上汽后蒸25分钟 蒸好的米糕,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凉 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来炒一点糯米粉 当粉仆用 取80克糯米粉 放到锅中干炒 小火炒至米粉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蒸好的米糕已经放凉了 粘得很紧 我们先用铲子把它移动一下 然后移到案板上来揉一揉 板上撒些熟米粉 把米糕放上去揉 把米糕放上去揉 就这样搓着揉 揉着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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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到米糕上去揉 揉大概10分钟左右吧 揉好后用保鲜膜包好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20分钟 如果急着吃米糕不烫手就可以操作了 这是464克买的现成的红豆沙 我们用一半就够了 把它对半切 再把这一半分成两等份 然后把它们搓成长条备用 搓的时候要借助一些粉蒲防粘 拿出冰箱里的米糕搓成长条 也把它们一分为二 拿出一份擀成大约半厘米厚的长方形大片 再把搓好的豆沙放到面片中间 擀长了你就用手往回整整形 然后把面片往中间捏紧 然后压扁 然后压扁 最后切成长形方形随你自己的喜好 另一个也是同样的做法 我们美味的小凉糕就全部做好了 可以装盘开吃了 这种凉糕软糯香甜 我最喜欢红豆沙馅的了 吃一口真是好满足啊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